是我害了乃梦姐 现在躺在里面的人 应该是我才 你胡说什么呀 如果她醒过来 看到我们俩在一起 我不想再刺激她知道吗 你醒了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 只要修正一段时间 就没事了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伤害到你 真的对不起 奈梦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 过去的事情 就让他们过去吧 我不能没有你 我不能没有你 也不会受不了 对不起 希望你让他们过去 你不会去哪里 我找了你 真的在一起 然后我寻找你 这几分之轻 我这辣子 那是其实 因为这简历 我喝了不 Art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公司又借了一份大单子 恭喜你 我今天真的很高兴 你终于肯跟我说话了 我给你倒点水去 你和她是怎么认识的 事情都过去了 我不想说 我想听 我不想骗你 我能不说吗 我想听 我想听 看着乃梦的眼神 我知道 我必须把这个故事告诉她 大学毕业以后 我进入了梦寐一秋的广告圈 从底层开始做起 每天疲于奔迷奔波在城市之中 跟大家一样 都希望有朝一日 能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广告公司 可是这个行业并不是靠吃苦 就能实现自我的价值的 除了专业和能力之外 还有许多要靠人际关系和所谓的圈子 可是我个人的性格 显然是无法融入这个圈子 所以混了三十多岁 还是一无所成 但有一点 我仍然的坚信 只要付出 只要努力 就一定会得到老天的眷顾 对 坐一边 好 公司老板 叫给我一个红酒的策划案 这些天呢 我一直在忙于 这个策划案的准备工作 一直在为这个广告的表现形式 和苦恼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了一张女孩的照片 于是 我就认定 她就是我这个广告的女主角 这鸭子谁啊 上一个广告的女主角 感兴趣啊 大一新生 照片背面 有电话 对 哈 哈 你 老板 以我个人意见的 我觉得这次广告 应该找这个女孩来演 可是我们的消费对象 大部分是男性啊 我当然知道 这不正好体现出反差吗 体现出购买群体的广益性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相反加达了这次广告的力度 你这个论调 倒是挺新鲜的 我是头一会儿听说 不过 不知道客户愿没冒这个险 而且这和我们之前的提案大相征庭啊 你怎么解释呢 这方面我也考虑过 所以在做这个方案的时候呢 我把各个角度呢都写进去了 应该说是站得住脚的 就像你说的 客户如果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的确需要一些冒险精神 只要我们好好地去引导他们 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老板 我相信 这个广告一旦投放出来 一定会引起强烈的反响 要么它是积极的 要么它是消极的 但我个人认为 它一定是百分之百积极的 我也相信 等广告投放以后 客户一定会 受到非常好的效益 这样 你准备两套方案 提案的时候一起送上去 如果客户没有意见 公司一定会支持你的 谢谢 我会努力的 我会努力的